这个脆皮蛋撻是曲奇舌饼皮的蛋撻 撻皮香脆美味 蛋滑鱼香甜 甜味刚好 真是超棒 蛋撻皮材料 无盐室温牛油140克 糖粉35克 盐2克 全蛋液35克 温尼腊油3克 液1茶匙 低筋面粉250克 蛋漿材料 鸡蛋2只約110克 花奶200克 温尼腊油2克約半茶匙 热水200克 糖50克 撻皮要用电动打蛋器来打 但也可以用手和胶挂来打 但随时较多 我们做这个撻皮 把室温无盐牛油放在锅盘中 然后用这个混合器 用低速将它打圆 约需半分钟至1分钟 混合器 然后加入我们的糖霜 即是这个sugar powder 你要过篩的 因为糖粉比较容易起粒 可以的 用慢速将它混合器 然后混合器 它又混合器 又混合器 就会有它的好处 我们现在分次将这些蛋 加进去 我们分两次 将它慢慢打进去 将其余的蛋液也倒进去 然后将其中一盐 放入鸡盘中间 然后将鸡盘中间 将鸡盘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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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份1、4份1茶匙的盐份 大约1-2g 我们用慢速的材料再放入盘子 全程用慢速的材料就好了 材料已经打好了 混合器和牛油也放入盘子 现在可以把粉浸泡 我们可以一次过就放入盘子 你喜欢可以分两次 不过一次没问题 我们就可以和牛油混合好 就是切换和放的方法 因为牛油要有多些面积 才会和粉结合得好 还有我们是做一个曲奇士的饼皮 所以我们基本上是不要它起筋 是要它脆的 所以我们是不会很大力地拆这个粉 就是这样的 你看它已经变成一个棉花水状的东西 用一个食物手套 那你就不用都可以的 就这样涂手做都可以的 不过它也挺黏手的 然后我们就是把它 把它拿起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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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 不是很需要拆 它 这些比较白的 就是多粉的 很快 它就会拿成一球 就要成为一个团 但是你要等它干均一些 不要说有些是粉多 有些就是牛油多 所以摇一下它 捏一下它 摇一下它 摇一下它 好 那它就可以了 总之它成为一个团 就是可以的了 拿一张保鲜纸 将粉团压成一个 一寸厚的长方形块 就把它包好 就要放在这个冰箱 是20分钟的 现在我们来处理的蛋漿 首先呢 我们就用一杯 200克的水 50克的糖 下去 首先把它融掉 把糖已经融掉了 那我们 就要把它搅拌一点 好小小的 蛋呢 那我们就把它 把它搅拌均匀 它 那我们发蛋呢 在左右打的时候呢 它是比较少些 拌匀的 加入200克的 花奶了 把它 把它搅拌均匀 那我们呢 就需要 是半茶匙左右的 搅拌均匀 是 又将它 发均匀 那然后呢 我们就加入 我们的 已经融解了 糖水 那么呢 糖水呢 也都已经放冰了一会儿 那我们呢 将它分次 再加下去了 都是有点嫩 所以我们不可以 一起过 这样倒下去 最后就加上它了 基本上就已经 蛋液呢 就已经 预备好了 将蛋液 来过一过西 轻轻拌均匀 那你见到呢 这个是两杯多一点点 那我们呢 有一个的嘴呢 那应该方便 我们可以倒这个蛋液 下去 那个撻皮那里 那里 将那些帽呢 是掃油的 那是一层很薄的油 那掃在底 和呢 就掃在那个边 那些 那些 位置 那我们是用 这样掃上去 等它呢 肯定是个边 那边的凹凸位呢 都是有油的 好 那我们将所有的 摊姆都做了 掃油的工作先 那我们就拿了 一个蛋液皮出来 那呢 它就酸硬了一点 那我们就把它分成十分 那就大概每一个 就是四十五克的 那你说 会不会太厚 不会太厚 厚皮是ok的 而且它不会好厚 焗完出来就不会好厚 是 那我们切它十分 然后再秤它一下 是 那我们分好了做十分 那就是大概是四十五 有些是四十六克的 那呢 我是喜欢个皮厚一点的 那个皮厚一点 好吃 因为皮好正 那如果你说 我喜欢薄一点的皮 那你其实是可以用到 三十三十五都可以的 ok的 都是可以的 就把它搓成了做十个等份 就搓它圆一点 是了 那然后呢 就可以放下去了 你按它 沿着方向 不是一定要沿着方向 不过你沿着方向 你自己容易做 那你就是按它的底 和按它那个转弯位 就是我说的那个 那你这样按的时候 那个皮呢 就会自动上来的了 你按个底 和按个 转弯位 转弯位 这个位很厚的 其实 好了 那你见它呢 又上了来了 那就是了 又是把它 向里面修后 你又将它叉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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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它可以透气了 最重要是那个转弯位 不要太厚 太厚呢 就不好吃的了 就是很厚的位 那所以那个是一个关键位来的 好 那些帽呢 就做好了 ,�也都叉到尾孔在那个底了 那我们現在呢 就放在冰箱里冒他10分钟 黑皮就已经在冰箱里冒了10分钟 拿出来 那现在呢 就放在一个 已经熟热 390度F 即是大概是200度C 的焗炉那里呢 中下格 即教你的焗炉 如果有五格 就放在底层第二格 烤它5-7分钟 然后撻皮变软色 即是浅一点色 就可以拿出来 我们先去烤它5分钟 然后再看看它 有需要再烤1-2分钟 蛋撻的皮又烤了5分钟 它就转了白色 看不看 初初烤它会有少少油分出来 但是后来它就会变白色 这个时候就代表它是可以拿出来 我们就加入这个蛋浆 我们就把蛋浆入到9-5分钟 这样是 那我们全部进去再来说 那我们就把那些泡泡搓走去 然后我们就把蛋撻放在已经预热了390度F的烤炉中下隔 烤它15分钟 然后就转到320度F再烤它10-12分钟 这些蛋撻就烤好了 那你怎知道它烤得好 那你呢 就插在中间 其中一个 它牙签站在这里 那它就是烤好座的 那我再再插多个看 插过最边 那你就知道它是烤好座 蛋撻是不会起一个拱的 那它是很平滑 那这个皮呢 也都烤到刚刚很金黄色 那是非常之完美 让它放冰 大概6-7分钟 那我们就可以脱模了 那脱模的时候呢 那我们再开个蛋撻给大家看 这个脱皮蛋撻 皮够厚且香脆 也是蛋不滑 嫩香甜 泥杯咖啡和奶茶 哇一加 高高庆庆地享受 新鲜出炉的美味蛋撻 耶